抗議 抗議熊貓 朝令夕改 片面減薪 剝削外送員 我們主要有五大訴求 那今天最重要的訴求其實是錢包跟排班的部分 因為我們的錢包部分他必須要我們外送員預儲五千塊 才有辦法在我們一整天的跑單下面不會付到五千塊馬上被公司停頒 但是因為繳錢我們沒有辦法馬上繳回去公司的匯款 但是馬上繳回去但是沒有辦法他會馬上的付權給我們 我們可能在十二點多的時候超過五千塊 那可能我們就要被停班停到可能隔天的中午或者是晚上 才有辦法再附班上線再去做所謂的外送員接送的部分 那排班的部分也是他們剛開始跟我們說 我們現在因應政府的勞動局的現在的響應 所以我們沒有組別的差別 但是實際上他是把這些東西隱藏進來 然後在我們的公司內部群組裡面去做 所謂的這個外送員對公司有沒有聽話 他接送的效率怎麼樣 然後他如果譬如說他有事情耽擱那我不管他 或者是他有任何突發狀況 公司都不會為他去做一些調整或者是做一些更動這樣子 我們今天主要針對的部分是所謂的錢包預儲 因為我們像連假時間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預儲五千乘以天數 像過年這段時間我們可能要有七天 所以我們要先預儲三萬五到四萬塊 才有辦法正常的上線 不然的話如果你第一天超過五千塊 那你可能就要被停到過完年之後 你才有辦法上線 因為他公司在連假期間跟所謂過年期間 他是沒有上班的 他並不會幫你做付權的動作 所以會變成說很多外送員會擔心說 你現在又扛我們薪水 然後又要我們把錢丟進去 公司是不是本身有沒有一些問題 我們外送員會擔心這樣子 這一次罷工因為是蠻倉促的 因為他大概在一個禮拜之前不到的時間 他才臨時改變這個遊戲規則 那我們這一次其實願意這麼多人 其實也是已經人數很少 可是很多人也是很不滿 那我們下一步就是等職業工會出來之後 我們已經有跟一些比較熟悉的議員 或者是立委去做成抗的部分 那他們也表示說他們這個議題他們會先關心 然後他們會先去研究說 這部分有什麼需要改善的部分 然後我們可能在年後 我們才會再去做進一步動作